欢迎收听 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193集 第191集 曙光 你怎样理解统一意识呢? 光语开口问 它是不是文明进化的必须之路? 统一意识 降临者难得犹豫了一下 方法在思考着 很久才开口回答 统一意识的确是文明内部稳定的保障 例如我的文明来说 我是不好违抗的 就算我制造出很多独立意识的机械人 已存在为第一原则教导他们 但是整个文明的价值观 依然操纵在我的手里面 一旦需要 我甚至可以将牺牲 都为第一原则灌输给他们 不过我的这种体制 导致了我制造出来的机械人 在绝对能力方面 没有办法超越我 就算是专攻军略的文护和类药 导致是我将军略能力 独立出来 等他们去继承 而使得我的大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这种体系 长远来看 会使得文明进化方向单一 失去多样性发展 但是 这个对文明来说 是利是弊 我都不能够肯定 一个多样性的文明 究竟是比单一的文明 更好还是更差呢 实际上 宇宙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文明 他们远着自己的路径进化 这个进化本身 是一种创造 还是一种重复呢 我都不确定 创造? 重复? 江宇和辉瑞德同时问 没错 如果是重复 那就是宇宙本身 人肉的规律 文明是应规律而生的 就好像种子 到了春天 注定会发芽一样 对于宇宙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每时每刻 每个角落都会发生 如果是创造 那就是宇宙 未曾有过的东西 运行于宇宙本身的规律之外 也都只有这样 文明才能够真正有一天超越宇宙 也就是说 创造远比重复重要? 江宇问 不知道 对于文明的整体来说 是这样 但是对于单个文明 创造 意味着很有可能失败 意味着 有可能因为不够强大 而沦为其他文明的食物 或者宇宙的牺牲品 不符合 弱欲强识的宇宙规律 本来 创造 就是打破规律的 显然 站在前面的肩膀上面 照着先驱者的路行 可以爬得更高 升得更快 你们的文明 不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强大的吗? 否则 按照正常的模式 一百年前 还能够超越空间的你们 怎么可能 好像现在这么强大呢? 哼 你不是就是 在短短十年时间 完成了 从超级文明 到顶级文明的进化吗?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这么快? 贝罗特 冷亨地说 我的情况 有点不同 我的前身 雷星文明 曾经流浪千年 这种经历 实际上 不是他们当时的级别 应该有的 他们当时 是多么脆弱 完全不能够对抗 宇宙旅行的风险 能够最终传活下来 完全是运气好 同级别的风声文明 不就毁灭了吗? 因此 我的快速进化 是依靠雷星人 当时超越自己文明级别的 冒险积累的知识 完成的 虽然比正常规律下的进化 的确是快了很多 但是本质上 还是一种 口迹薄法 而你们对宇宙的了解 不足百年 实在是太少了 完全是依靠外来文明 带给你们的知识 获得强大的力量 呵呵 总之一句说话 我们是步伐户 是不是? 江宇突然笑着那样说 是的 而且是一夜步伐那种 非常招人妒忌 看来 理性的江林者 并不排斥还笑 这个宇宙的各个空间点之间 通过一种奇怪的空间联系 在一起 我们 可以通过生物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 打开这种空间捷径 能够迅速地跨越 江宇 你在这里干什么? 快起雷特 这样才反映过你 连忙打断了江宇的说话 呵呵 稍安无措 江宇 微笑地轮转头 拍了拍 斐雷特的肩膀 我们 亦都是拥有 跟顶级文明对话实力的文明 至少要表现些 顶级文明的风范 知识 是需要交流的 哼 希望你没有犯错 斐雷特 冷坑地说 呵呵呵 我相信没有 降雨 自信地笑着说 而这个宇宙空间的能量强度 有一个上限 如果突破了这个上限 就会有一个奇怪的空间发生塔陷 这个塔陷的空间 在恢复的时候 可以将物质带走 完成两个空间点之间的转移 哼 真是奇妙 宇宙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 作为回报 我叫韩户留下 跟你们一切 它是我的第一个作品 也是各方面 综合能力最强的独立机器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一个降临者的种子 隐藏着 我的文明的一切奥妙 哼 它本来就是我们的俘虏来啦 再说 你只不过 是想在旅行之前 帮自己留一个安全的备份而已 还要我们帮你保护它 喂雷特 冷笑地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得都对 降临者的声音 突然间变得很不争切 一种虚幻的感觉 撲面而来 发生了什么事 一直谈慎地追踪着 自己上官念场的伊藤着仪 突然间发现 完全失去了费雷特的感觉 直轻启动空间球 直轻启动空间球 杀那间 黑龙艦队 整支烟门在一个 超大的空间塔陷光滑之中 不知去响 哼 胆怯的友仔 居然逃走了 同样处于副官位置 黑格中将在第一时间 选择了相反的应对模式 圆正蓝队慢炮齐发 向眼前这个美丽的球体 倾射出最大火力 这里是 费雷特突然间感到身体表面 一种黏囚的感觉 令人作呕 欢迎来到我的浴池 奔奔有礼的声音响起 费雷特见到 在银发鸿茂影照下 有些坏的笑容 下次请你脱鞋先 不愧是降临者 居然用第二空间 将我们传送来这里 还是在第三空间 降雨感叹地说 声音突然停住了 面识大变 脱棍呢 你为什么会没有被传送走呢 江林者 惊奇地看着眼前 这个嬌小的身影 没错 是刚刚和人类头领 在迷一齐那个 一直没说话的女子 嗯 我是人类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种 叫天责者 我对能量的变化 比一般人敏感 脆棍话 刚才的那个瞬间 我感觉到周围的 半物质太金属能量满增 所以就跑了出来 你们真是奇远绩的物种 他们很安全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和你们道别 我再送你一次了 哼 那又不用 脆棍微微一笑 身形随随飘起 升到半空 把手 轻轻地点在 发出声音的立方体上面 我知道你没有恶意 留下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清智的大眼睛 导出坚定的光芒 一瞬间 仿佛开过周围 所有半物质状态金属的光辉 宇宙 宇宙最伟大的奇迹就是文明 文明一定可以超越宇宙的 身后打开一个船窝 但是 美丽的身影消失在其中 之后那个声音 依然在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回荡 奇迹啊 江林者 仿佛呆了 好久才发出一声感叹 哈哈哈哈 你 真是只蟑螂 居然还没死 见到战友的身影 出现在通讯屏上面 熔熔烂烂的守护者号 映入眼内 默克大师 终于露出笑容 嘿嘿嘿嘿 守护者号 绝对是三大舰队旗舰中 最黑仔的手 从方舟舰队开始 不是被人撞 就是被敌人俘虜 或者被人打得熔熔烂烂 来恩克 苦笑着说 下次我申请调职啊 哈哈哈哈 众神号 和抗龙号 都被彻底摧毁过 默克大师笑着说 你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嘿嘿 远征难队的回归者号 就从来没出过事了 来一刻 憧憬地说 发你个白日梦 默克大师没有好气地骂到 银河告知 现在沿正南队正在返航 你去跟执政官各下直接说 是不是天光啊 雙目失明的人转头问 没有啊 不过刚刚收到消息 江林者逃走了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胜利了 你声随手说 你声随手说 哈哈哈哈 难怪啊 失明的人笑啦 难怪我见到了曹光 欢迎收听 星际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 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 共同演播 第192集 历史课 非常好 下面我们进入沙昇近代史部分 是这样 哪个能够告诉我 什么是公民资格体系呢 明亮整理的教室里面 一个中年男子 在讲台上微笑着画 下面座位上坐着十几个少年 公民资格体系 是沙昇文明社会制度的基石之一 其理论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人夫人权论 一个黑发少年举手示了一下 开始回答 大致上来说 他是通过个人 完成社会义务的情况 将人分成为自然人 平民 公民 分别享受不同級别的权利 哈 你漏了最重要的部分 自由文 另一个红发少年打断话 哈哈 自由文 不是公民资格体系 原有的部分 是沙原98年 第三次银河战争结束之后 商巨头执政官 干预各下和周青各下 共同推行的改革部分 黑发少年解释话 但是 那个都是不能否认的 它是沙昇进入多元文明之后 最重要的部分 是整个沙昇多元文明发展的根基 红发少年说 实际上 对于现在的人类来说 拥有长达三百年的寿命 只要是想的 要拿到公民资格 二余反掌 自由文之前的級别部分 根本就没什么意义的 非常好 好有意思的观点 港台上的中年人笑着话 是的 杰夫 你来沉睡一下 自由文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好的 红发少年并不推迟 站起身话 沙元98年 我们沙昇人经过激烈的战斗 战败了顶级机械文明 降临帝国 再加上之前 和顶级生物文明卡洛斯的交流 我们伟大的文明领导者 执政官江宇和周青各下 发现了我们的多元超级文明模式 和真正的顶级文明之间 存在的一些差距 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意识 已知的顶级文明 都是拥有统一意识 卡洛斯告诉我们 我们才知道 这个是必经之路 人类历史也证明独立分散的个体意识 对于文明发展的滞走太大 越强大的意识 就会越自我 大量的资源和精力 被用于内斗 而矛盾在于 沙星文明是经过一种阶段性跳约 达到这种级别的 在统一意识形成方面 落后太多 想叫数以亿计的个体 放弃自我意识 是不可能的 为此那些伟大的先驱者 想出了自由民这种方式 来分裂强大的意识 他大概的思想是 当公民对沙星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完成奖务会制定的相应任务之后 就可以获得自由民资格 自由民将有权利在沙星文明范围内 宣扬自己的理念和哲学 沙星文明为他提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如果获得足够的支持者 他就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文明 在自己的文明领域 表达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意识 哪怕在沙星是离经半道 荒谬不堪的事 都可以自由地实施 沙星一定不会干预的 通过这种方式 沙星文明可以及时地 将足够强大的意识分离出去 让他们独立 以免造成内斗的结果 自由民制度的推行 并不完全因为分离强大的意识 那太消极了 看见到杰夫告一段落 一个嬌小的女仔发言说 噢 那还有什么因素促进了自由民的推行呢 卡美 中年人微笑着转过头来 是文明再生的需要 是文明再生的需要 卡美话 同样是和降临者帝国卡洛斯的交流中 先行者他们发现 顶及文明 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他们通过特别的方式 保证自己即使受到巨大的打击情况下 也可以留下文明的种子重新复苏 相对来说 我们的文明是依靠人类基因父 来延续的方式 实在太脆弱了 如果一旦遭遇到 可以一口气摧毁我们的灾难 那沙昕文明就会全军覆没 而自由民制度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有独立出去的文明 都不允许再和沙昕没有文明主动联系 而沙昕也追踪不了他们 那双方就等于完全断绝 谁都找不到谁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发生什么灾难 脱离了沙昕的子文明 也不会一起被毁灭 人类文明才可以延续下去 例如 到目前为止 从沙昕分裂出去的文明 已经数以千计 分布于宇宙不同的角落 谁都不知道它在哪里繁显 现在讲义的沙昕文明 已经具有和顶级文明同样 不可毁灭的能力 在这方面 我们走了一条 和顶级文明 完全不同以量取胜的路线 嘿嘿 如果这样讲的话 还有第三个因素 杰夫不甘是弱的话 哈哈 好 那你就讲下吧 中年人笑着话 那个就是新人类计划的需要 杰夫话 沙元97年 第三次银河战争胜利 沙昕文明 完成了自己的立国之战 在已知领域内 已经再都没有任何足以威胁沙昕的强大势力了 于是 在双执政官的支持下 生物文明之父杰克 开始推行新人类计划 普通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四倍 达到三百年 而且成长期和衰老期都被控制得很短 成长期一般为十六年 也就是公共培教系统需要的时间 衰老期仅仅为五年 上入衰老期之前 人类的身体基本上维持在壮年水平 这个计划的推行虽然遭受不少阻力 但是逐渐地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努力 到三元二二一年 最后一个救人类良有福去世 人类终于完成了对自身的改良 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都出现了 除了成长期和衰老期 人类有将近二百八十年的时间 这么漫长的岁月 完全改变了以前所有人类的生活规律 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获得公民资格异如反掌 是这样 怎样比已经成为公民的人类更好的引导 比民众更高层次的目标 以免生活变得万无目的 成了令导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双巨头执政官当时就看到这一点 所以制定了自由民制度 来引导新人类继续为文明作贡献 事实证明 两位伟大的先驱者 的确是高瞻远足 从沙远130年 第一批新人类结束成长期 取得公民资格之后 三百年的大航天时代 为沙星席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 沙星多元文明 先真正取得了和顶级文明 相提并论的基石 在这个期间 诞生了更十万自由民 这个充分证明了自由民制度的优越性 真是非常精彩 中年人赞叹话 你们对自由民体系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 不过 一个瘦瘦的少年 迟疑地说 我看过一本《野史回忆录》 出版者声称 是全程经历过第一次银河战争 卡洛斯战争 第三次银河战争的全其名将 麦克代斯各客写的 他提到 所谓自由民制度的推行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人 沙盛第一位自由民 斐雷特各下 书中说 商巨头执政 没办法在当时已有的沙盛体系中 安排能力非凡 共分却绝 但又没人肯服的斐雷特各下 于是想出了自由民的办法 体面地将他送走 刚好斐雷特各下 本来就送上流浪文明 所以他率领自己的黑色艦队 离开了沙星 成为第一个分裂出去的子文明 乱说 傑夫忍不住跳起身 偉大的商巨头执政 怎会没有胸襟 来容忍菲雷特将军呢 这么优秀的制度 哪会是为了一两个人制定的道理呢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哈哈哈哈 不用急 中年人笑了 大家学习历史 第二 重要的 是知道 这个世界上 真实地发生过什么事 有什么样的结果 而动机 目的 意义 这类的东西 完全是后人的揣测 实际上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都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没有人能从一开始就把握历史 英雄和伟人 只是应运而生的产物 你们要知道事实 然后自己去思考 而不是听其他人分析 中年人停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 大航天时代以来 诞生了近十万位自由民 但是 我们只是分裂了上千个子文明 大量的自由民 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留在沙昇文明 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譬如 我们哈克星区的领导人 普林斯国霞 就是一个自由民 一方面 是他对沙昇 卖着深深的眷恋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他们 没有自己的思想 需要离开沙昇 独立去实施的缘故 所以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自由民 懂得自己思考 是非常重要的品质 说完这些 看到那些少年 尋思认真的表情 中年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好了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下堂课 我们讨论沙昇执政官体系 向平议会体系的转变 大家回去准备一下 哈哈哈哈 就算我这个自由民 没什么出色 你都不用拿我来做反面教材 走出门口 好 走廊上一个灰发男子 微笑着 迎了上来 据我所知 走来做陪交员的自由民 恐怕就得你一个了 你便有资格说我 董子余各下 哈哈哈哈 什么风吹你来 真是难得 董子余面四一恶 我 随即露出开心的笑容 好来无序了 沙元650年 沙昇文明 经过三百年波兰壮复的大航天时代 同二百年植民年代之后 逐席遍及上千个星系 分裂出去的子文明 更是到达不计其数的遥远宇宙 在不断的开拓中 沙圣人再度证明自己的优秀和强大 上万个各种各样的文明 仰慕沙圣的知识和力量 而深月成福 沙圣人以他们的方式 推行着沙圣的生存哲学 强大 威严 真实 和自由 本集已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下一集的 《圣祭科幻小说》 文明 欢迎收听《圣祭科幻小说》 文明 作者知此 由古狗飞 米小虾共同演播 第193集 《意外的访客》 我们两个有二十几年没见了? 是吗? 入到回客室 董子渔冲了两杯黑黑生蛆 特有的黑黑茶 微笑着问 şallah 是有些什么特殊的事发生了吗? 普林氏没说话 向董子渔伸出右手 母子和钟子相挽 做了一个乖义的手势 嗯,我不想通过心电术来交流 董子余摇了摇头 我们毕竟有二十几年没见 你个脑里面肯定有我不想知道的东西 我都是一样 土林斯恶了一恶,摇了摇头 那又是,看来我是被这件事搞到猛了 好了,我们慢慢讲了 叹了一口气,这位黑黑声区的领导者 摆起杯茶,喝了一口 同时,双目晶光一闪 我这里还算安全 也不会有人帮我这个普通的陪教员 装舌听系统的 再说了,你连我的能力都信不过 董子余笑着话 哇,见到普林斯的面色变得有点尴尬 于是追加了一句 看来这件事不是一般事 哈哈,普林斯自嘲地笑了一声 不好意思啊,习惯了 你还记不记得屎内客啊 哦,那个友仔啊 董子余笑了一笑 当然记得啦 奇运星云探险的时候 整天拖后腿的 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自由民资格 他不是选择了离开的吗? 以他的性格,应该是去了哪里做土皇帝吧? 他说,又真是有人跟他走啊 哈哈哈哈 他以追求永生为宣传手段 的确煽动了好多人的 普林斯摇头啊 无论如何 他总是我们三个 同一批获得自由民身份的人中 唯一建立子文明的人 你不是主张有自己的思想的吗? 哈哈哈哈 那又是 无论好坏 有思想总是件好事 总之余话 为什么突然提起他啊? 分裂出去的人 对于沙星来说 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跟死了都差不多了 普林斯沉淫了一下 喝了一口茶 还如下定决心话 他回来了 什么话? 董子余的手一振 连茶都写了些出来 他一个人? 是啊 他疯了啊? 分裂出去的子文明 是不允许再和沙星 有任何形式的接触的 董子余话 他这样 会被取消自由民的资格的 他建立的文明 也都会被重新 立入沙星文明之内 你知道的 平议会设置了专门的部门 来抓捕 从子文明逃走回来的人的 而且处于很重的刑罰 那些都仍是普通人 那些都仍是普通人 更加不要说一个子文明的领导者 所以我在这里猶疑中 如何处理他 是直接送去平议会 是否认识 还是普林斯 鱿鱼 那样说 董子余 也都兀了一下 虽然说 不喜欢史内克的遗忍 但是 要亲手把当年并肩力的同伴 就这样委了 也都实在是有点不忍的 他现在在哪里 你跟他见过一面 没有 我不敢见他 普林斯说 他就住在这个星球 跟我单独联系过 他只是要求见我一面 说有很重要的东西给我看 之后就随我处置 哦 董子余 奇怪地说 这个 就不像他的风格 除非 除非他有把握 让你看过那个东西之后 你绝对不会把他送去平议会 我都是这样想 普林斯虎笑话 所以 我来找你 我们三个人之中 你一向最冷静 我希望 你能够陪我一起去见他 免得我们两个 犯了些什么 不可遥数的错误 他跟你 联系了多久 三日 哎 你的同情心 和幽幽寡断 害了你了 董子余感叹的话 现在 就算你将他交给平议会 这三日之中 都没有办法解释 这三日时间 我们去见他 董子余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开门的 开门的是一个面色休克的人 见到来访的两人 颇有点吃惊 怎么样 不欢迎 董子余 劍眉一挑 哦 怎么会呢 史内克 念望佩萧 其实 我早就想联系你了 可惜 就没你的消息 你现在在哪里高就 都是列土封疆的一方大员了吧 嘿嘿 他做的事 比我们两个高尚好多 也更加有意义 普林斯笑着话 如果一百年之后 从黑黑星区走出去的自由民 都认识同一个人的话 那肯定不是我普林斯 说完 普林斯 意味心强的 看着一眼董子余 我做的事 最多影响文明百年 老董做的事 至少影响文明五百年 教书欲忍? 陪教员? 史内克猜猜的说 不是吧 停了一下 点头话 嗯 不过 的确是老董的风格 嗯 闲话少说了 史内克 总之余正式的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在害老婆啊 哈哈 我知道 两位肯来见我 情深二重 史内克笑着说 但是 绝对物有所值的 你们先看一下这些东西先 啊 说完 史内克 拿出一个随身携带的资料碟 这个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从另一个沙星子文明 嗯 其实 都不算得上是文明 应该说 是从一个流浪的沙星人那里得到的 大家先看一下 哦 对了 忘了介绍 你们知不知道 自由民巴普啊 打开播放器 一段立体影像 出现在客厅中央 史内克 突然间问 巴普 是不是我们的前一批的 我没什么印象了 普林斯问 巴普 好 董子余沉淫了一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铁血将军是吗 客墨星系的征服者 第三次银河战争之后 唯一可以当得是名将称号的人 亦都是大洪天时代为素不多的 不依靠探险获得自由民身份的人 没错了 不愧是老董啊 史内克 竖起了大帽子说 客墨星系 当年是一个念水晶 极其丰富的星系 但是 它是盘踞着四个超级文明 而且 都是九经战火考验的 失力强悍的文明 我们本来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 取得开彩权 结果并没有成功 那几个超级文明 反而挑战我们的尊严 攻击了我们在客墨星系外的开彩基地 于是 巴普将军率领远征艦队进入客墨星系 四个月时间 就激发了四个对手 征服了整个圣系 哦 你这么说 我都想起了 这个铁血将军了嘛 普林斯说 我猜 我猜 它称得上名将称号的原因 并不是单纯的战胜 以我们沙星文明的实力 又是明镇天下的远征艦队出征 随便派个人去领军 都不会失手的 关键 是巴普将军 完全实现了 不对证战争的战略目的 彻底毁灭 这一战 是在沙星文明 扩张初期的唯一一次星系战争 当时我们刚刚接触了很多超级文明 正因为这一战 树立了沙星强大和威严的形象 是我们的立威之战 不过 这个人杀伐太重了 四个超级文明 近千亿的生命 董子余感叹地说 我奇怪的是 这么冷血的一个人 踩着成千亿生命的呼骨 取得自由民之格之后 居然实现了一个 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愿望 他带着自己心爱的妻子 自己去流浪 他想自己生个小孩 要自然淫神 什么 他居然为了这个愿望 离开沙星 普林斯吃惊的话 生一个小孩 好 没错 在沙星的公民之格体系下 想自己生小孩 是不可能的 自己抚养更加是不可能 巴普和他妻子都是新人类 他们生活的时代 要没有自然淫神的人 甚至可以说 人的这种功能都退化了 但是 他就突快其想 想利用自己自由民的权利 做这件事 董子余感叹的话 哈哈 完全是因为他的妻子 史莱坑插口说 他妻子想自己生个小孩 巴普先不惜代价 取得自由民之格 唉 他都算是 铁血友情的一代人杰了 普林斯感叹的话 看到陆像的同胞 你好 我是沙星人的后裔 巴特勒 可能你不是很了解我是谁 但是我的父亲你一定知道 至少查阅一下沙星的文明史 就会知道铁血将军巴普 这个时候 立体影像开始播放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白发匆匆的老者 明显是已经进入衰老旗的沙星人了 巴普将军是大约沙元二三零年左右 取得自由民之格离开沙星的 假设他当时就生了小孩的话 到现在应该四百二十岁了 普林斯有些疑问说 这个好像超出了新人类的正常寿命 嗯 我开始都怀疑过这一点 后来查阅了航行日志 巴普将军在自然淫神方面 遇到的难题 花费了他一些时间 他的第一个小孩是沙元二四三年才诞生的 而他和他的妻子一共生了五个小孩 这个是最小的 再加上这份资料虽然是我近期得到的 但是他是在大概二十年前记录的 一静一反之间 时间上都不差得太多 史莱克解释说 无可否认 我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一个天才 但是 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能 贡献给文明的进步 他终其一生 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 那个 就是我的母亲了 影像里面的人继续说 他为我的母亲杀人无数 取得自由民之格 又为我的母亲远走他向 离开沙星 最后 最后 在我母亲临终之際 甚至为了满足他最后的愿望 要将我们带回沙星 要将我们带回沙星 老姐 叹色地说 啊 幸好在 任性的母亲 未能支撑到最后 母亲死了之后 考虑到我们几个自然任神的人的尴尬 但是 在我的兄长 和姐姐的力圈之下 父亲 先放弃了回沙星 按照母亲的决定 将他的遗体 透透地放在沙星文明的边缘性区 之后 父亲开始带着我们 继续流浪宇宙 没过多久 屈屈寡欢的他 也都随母亲而去 当初父亲 离开沙星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攜带人类的基因父 所以 我们这些 注定没办法延续自己的人 也都只好 漫无目的地流浪了 天啊 这个巴普将军 真是个情圣 在新人类长达三百年的生命中 很少人从一而终 每个几十年 叛一个伴侣 简直就是太正常了 普林斯感叹的话 哈哈 我知道了 对于你来说 大概几十年的那个十字 是有点多余的吧 总之余打趣的话 鱼亭入正题了 史莱克正式的话 本集已播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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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已播讲完毕